Hello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鸽子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 这个地图它的名字是植物大战僵尸 我们看到这里面是有这个 南瓜头 收集一下 再看一下这边 这边这个橱箱没有东西 这个是疯狂的大夫可以购买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买哪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全部都买成豌豆射手 种上以后会不会打到对面 不敢出家门 我们现在先出去 看我的对手好像他还没有开始 那我现在先种一些东西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我们先种上 他这一边的话我有阳光 我现在先种两个向日葵 向日葵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给这一边呢 全部都种上我们的豌豆射手 这边是我的对手啊 可是我的对手好像还没有出来 那这不要紧啊 我们先布局一下自己这边 看我这个仙人掌 不它是 它的名字叫做向日葵啊 你看它产阳光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我们再来购买一些东西 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呀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呢 那你就给鸽子点按关注吧 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 哦原来这个太阳 原来这个向日葵 它也可以产生太阳 那可太棒了 那我现在就赶紧种啊 把这个 把这个豌豆射手 全部给它布局起来 让我们的对手看到都害怕 这豌豆射手 看看我这阵容啊 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们再进去再捡点阳光 我觉得里边的这个向日葵还是比较强大的 它这个 我们再来购买一些 这个豌豆射手 太棒了 我现在再给它种点啊 种种种种种种种 种上 全部给它种满我们的豌豆射手 让这里成为我们豌豆射手的家园 就它这个阳光就是需要我们进了 屋里面才能 才能收取啊 感觉有点不是特别的好 哇 这次又可以购买八个 太棒了吧 这个 我们这次又可以再购买 现在是两个 我怎么感觉 我的对手好像下的都已经不敢出家门了呢 我去 什么情况 我们来种上这个豌豆射手 哇塞 我的豌豆射手这边已经满了呀 看到对面的话依然没有出来呀 他们是怕了吗 这个不要紧 我们继续再来收集一些太阳光 我们收集一些阳光啊 再来购买一点这个 再来购买一点这个 我们的豌豆射手 我们现在把豌豆射手 种到前面去 不过这个样子 我好像过不去了 因为我现在的话 这个豌豆射手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呀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